很多选择在暑期上映的电影,大部分都已经收官了,而口碑和超庞都非常好的《我不是要神》,虽还在少量上映中,但也即将下映,算到2018年9月1号的下午5点来说的话,《我不是要神》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59天, 并且是取得了30.98亿的超高票房,不得不说是在今年的暑期党的电影中是一个翘楚,甚至是比第二名沈腾的喜剧片《西红柿》首付,还要多了5亿多的票房,这次电影的票房在今年还年到现在在电影票房中也是成为了第三名,在整个的电影时上票房的成绩则是位居第五,已经是超越了曾经的中国影史上票房,第五的速度与激情吧,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,而且从此我们的中国影史的票房前五,再也没有了好莱坞的片子,不过热度还是会有消退的一天,虽然我不是要神延期的一个月下映,但是就近几天票房的成绩也是很平淡的, 只剩下几天时间,相信这对最后的票房成绩也没有多大的影响,本来这部电影的选角也好,背景题材也好,它并不是很为大家看好,毕竟同期上映的还有阵容很强的邪不押正,或是十年情怀的爱情公寓,又或是声势浩大的西红柿首付, 但没有想到,这部讲述真实人性的电影,竟成了票房的黑马,成为了口碑之王,以往通常是流量明星为首的电影首当其冲,没想到这一次反而他们却成为了扑街的象征,电影的成功,也是引起了很多人对于医药,对于生病的一个广泛的关注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